嗯 什么鬼啊这是 时光影业唐玉 转发唐星作品再版新闻 做一个梦给你 还有变数 唐老板这是要把板准 抢回去的节奏啊 还八道了吧 还是唐孝违约 真是厉害了 唐老板付违约金抢回去 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卖书的 能卖到这种地步 你看看周家露和彭州他们 都转了唐总的微博 没有这个钱多人不傻 到底是谁啊 唐总转发的是他的微博 我一定是在做梦 还没有睡觉 我再睡觉 我再睡觉 来 花卷 再睡一会儿 来 来 喂 陆导 唐欣 陆导 你该不会是来八卦了吧 猜对了 这个唐玉几百年都不发微博的一个人 周总给你打广告 这事没那么简单吧 他可能是被我骂傻了吧 喂 唐欣 说真的啊 你不会带着合同跑了吧 怎么可能 我是这种人吗 陆导 你可别听网上的网友瞎说啊 那就好 你办完离职手续啊 就来工作室一趟吧 把项目组的人都认一认 我们准备正式开工了 这么快吗 这不是怕夜长梦多吗 你放心 我保证不会带着合同跑的 行 拜拜 陆导 谢谢唐总送的离职礼物 好聚好散 江湖再见 到了 进来吧 来 大家集合一下啊 向大家介绍一位新的伙伴 《做一个梦》给你的小说 作者 唐欣 大家欢迎 陆导 想不到你还亲自去接人呀 怪不得我刚刚光看你停车 却没接你进门 唐欣 我们可太欢迎你了 就要带你带我飞了 谢谢 谢谢 不过带我们飞的不是陆导吗 我带你们飞 我这已经带铺了两部电影了 他们早就对我没有信心了 但是大家看了你的小说都觉得特别好 超有意思的 谢谢 超有意思是吗 我说的怎么那么热闹啊 跟过年似的 原来小唐同学嘛 都不工作了 赶紧回工作 别看了 冯程老师 好久不见啊 欢迎小唐同学 行 怎么样 小唐同学 我们工作实在不错吧 真挺好 来 停坐 好 谢谢 唐欣啊 在我们这儿千万不要拘束 就放松一点 好 脸没有外人 老冯之前你也认识 他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主编剧 对了 不是还有一位万里老师吗 我怎么没看见他 哎呀 万里老师啊 这个胃出了点小毛病 谢谢 去医院检查了 来 那 严重吗 老毛病了 干我们这行的 经常熬夜 老万呢 又是个工作狂 你们千万别学他啊 千万要注意身体 你少在这儿假慈悲了啊 做项目的时候你少催我几下 我就能多活几年 小唐同学 是这样啊 这个呢 是我和万里老师的 我和万里老师之前呢 对项目的概念和定位 做的一些数据 我先看一下 我们很想知道 原著作者的一些意见 行 那我先看看 那这样吧 你先看 我和老冯呢 就不打扰你了 一会你看完 我们去办公室碰一下 我办公室就在二楼 好 正好我可以消化一下 行 那你先看着 爸 你们先忙 好 你老回头啊 陆之行导演刚拍的那部文艺片 题材太小众了 影院根本就没有办法拍片 他自己投的钱 估计也要给秦淮卖单了 他的新片一定会拉投资 唐总 您要看陆之行工作室 最近的市场调研数据 您是不是要投资啊 你真觉得陆之行的商业片 缺投资啊 至少在我们公司 股东应该不会轻易 通过这项投资 作为一个梦给你 虽然看起来只是一部 轻幻想小说 不过里面的特效确实挺匪浅 而且陆导最近的两部作品 市场表现的确不进入人意 我反而觉得这是一次机会 B型陆之行的奖项和作品 就摆在哪儿 而且唐欣的这个网站翻火 书也跟着买拖销了 唐总说得对 进 唐总 那我先出去了 等等 您帮我约一下陆之行 跟他说我要跟他合作 好的 你这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动作还挺大呀 有意见吗 小唐欣真是有能耐啊 带着版权淘宝投奔了陆老板 现在唐老板还写款追过去 按照你以前的眼光和喜好 根本就不会碰这类项目呀 你不是也说了吗 那是以前 时光也该拓展一下市场了 我们要多去城市一些不同的联系 反正是你当老板嘛 你有你的战略部署 不过小唐欣接不接受 那可毕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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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